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这样说 你也会说 有些歌其实都不是很好跟 譬如wellgun就是出名不太跟 你会听过 但你很难会唱到 你下去唱K的话会受很多苦 首先你不会唱 不会有人特意在K里面唱吧 wellgun算多的 你唱不了的 wellgun算的 会唱得辛苦 wellgun算的 会跟辛苦的 catch the moment 罗先生会参加 罗先生 你说一说 catch the moment 我去日本的时候跟我去日本的朋友全部都唱得跟 是会唱的 很冷静的 会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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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譬如陈浩天赛呼唤就是这样 刚才的特色就是 常年在K榜是霸第一的嘛 很多人唱的 常年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可以长年在K榜是霸第一的 其中一个大理由 当然就是唱得跟得到 歌词又短一点 歌词又不太难唱 歌词又不太难唱 歌曲不用唱得很高的那些 其实唱红年华有些位置都很吃力 我觉得普通人 一定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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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怎么唱呢 大佬扯上去 是不是 那这些位置你就会觉得就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歌红不红 事实上现在的歌是很难红的 因为你再没办法做社会话题 你再没办法这么容易成为大话题性 譬如你要红到鬼灭 红到鬼灭 你就有红年华了 《鬼灭》就是一个好例子 是不是 你想想 你一套已经要做 然后同时 你那首歌要很耳朵 我想大家能去同意 红年华是很耳朵的歌 然后就说 很好听 你一套也很耳朵 于是电视就有很多理由去播放你一首歌 播放到后来 譬如你这段时间 卖车的广告都是红年华的 挺耳朵的 买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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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 其实就是说 如果现在的动画角 我说真的大弱点 就是他真的太喜欢那些长歌词 太喜欢那些窍口慘手那些 不是说真的这样就不好听 但问题是 扩散出去的时候 能力就很差 譬如就算我现在这样说 电磁炮 only my well gun 我觉得不看动画的人是不懂的 那正常啊 对不对 我觉得不看动画的人根本就不懂 譬如巨人 那么巨人也是社会话题 那你红年就会更容易跟 对不对 对不对 红年也有红白过的 我记得错 红年也有红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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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年 日三年 对啊好像是 好像是 上年而已 好像是 对不对 这样 接着然后 什么呢 平成ND桑大想选出 其实这样的位置就是 他会把那些歌曲分开了 你看到始终留得低的歌 大部分 不是全部 我知道有些歌是出不了的 OK 但大部分事实上都是 你狼狼上口的歌才好做 那这些位置我就觉得分得很开 这些位置我认为分得很开 但是也是那句真的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的 其实就是 当笑一下就算了 我纯粹觉得很有话题性 因为 那个中日节目播放后 我看到第二天 其实是很多人拿着那个表来讨论 这些东西是最好说的 是啊 真的很开心的 不要说他开不开心 你只是吹水牙教也好 为什么那首歌没有 刚才春节也有 为什么天气之子 或者是之前那个你的名字 前世 你的名字 金鸿 金鸿 头三十位都没有 一百 或者头一百位 一百都没有 前前世那段真的都很红 手歌也红 套动画也红 就是说你的名字 不会没有代表性吧 比如这些是很好 所以其实过去那几天 是很多人讨论 究竟这个榜 有没有个认受性 或者我认不认同 这件事 实际上有很多人挑战 这些是好说的 你和朋友 茶余饭 坐下聊天 就够聊一天 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节目 其实一定是受欢迎的 一定是受欢迎的 是不是 每个人的看法观点不同 有得咬 开心 新还是旧都很开心 新的那些在那里 你就很开心 新的那些不在那里 你就觉得你当然挺过瘾 是不是 你卖之间设计都在那里 真是过分 是啊 离谱 所以我就觉得 茶余饭后笑一下 挺开心 不失礼 我觉得 不会挑战 就是说 那样挑战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会 都不算太高 不会去到那里 是Infernal Infernal有点 尼谱 有点 是不是尼谱